大家好 礼拜天來到西門町 人潮非常的熱鬧 為什麼會來到這 當然是要來進行一些街訪調查 就是這張 這個防疫保單 大家會不會想要去購買呢 因為現在 國內這個疫情 是越來越嚴峻了 所以這張保單最近非常熱門 大家興趣如何 我們馬上來問問看 我知道我媽有幫我保 防疫險 但是我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錢 我感覺就是這張 好像是這張 對 對 他是 就是在我在考試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你身分證給我 我去幫你買防疫險 有沒有聽說自己身邊有人在保 沒有啊 我啊 我啊 防疫險啊 這是你女朋友還是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有保 結果你不知道這樣 對 也才昨天還前天的事情而已 可能要等 情況再嚴重一點 覺得可能會去想 哦 那現在的話還不會想 哦 不會 還好 怎麼說 我覺得台灣防疫還做得蠻好 哦 不會特別去買這張 對 你如果真的中了10萬元也不能 可能也不夠用啊 如果你 你真的中了也應該10萬元是不夠嘛 可是他一張只要500塊 網路分享的太嚴重了 因為他們下禮拜不是就說停了嗎 那個應該也來不及 我有保啊 哦 你有保 我 對 我有保 為什麼 因為 有人說這個比點光明燈還OK啊 然後加上 因為現在我們還是會在外面走來走去的 所以保了還是會比較安心一點點啊 我保三張 對啊 你保三張 還有我兒子啊 哦 全部一起保一保這樣子 那你也是像他一樣覺得說 我是他姊姊 哈哈 不是 就是對 也是像弟弟這樣覺得說 啊真的 其實是保薪安啊 對啦 就花一點小錢保薪安 當然是不要得罪好啊 也不要被隔離最好 有保有保密 有保有保密 對啦 保薪安啊 我知道 我有買啊 你有買 多少多少 為什麼你們想要買這個 為什麼 因為怕萬一得了 可能會 可能會被隔離什麼的 可能很痛苦啊 而且 而且現在台灣啊 因為這個疫情關係 然後就搞了很多室內場所嘛 假如是密閉空間 絕對強制戴口罩 甚至要量體溫啊 沒錯 然後現在拿來禁止出國啊 那你會覺得說他五百塊 真的是超便宜 哦 讚啦 比水 感覺好像比水還便宜耶 我是覺得 如果確診了之後 有那十萬塊 就是不如小補這樣 畢竟是不是一張好像五百塊 五百塊而已 五百塊而已 有點像賭博的概念 是很便宜啊 對啊 可能是我更新資訊 更新的比較慢 我更新到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他好像快停 他明天下午五點才截止 哦 這樣會打算 可能趕快去保一下嗎 可以考慮一下 雖然我平常會考慮個幾下 可是這種東西就是 如果限期很短的話 那可能就是 就不會 對啊 就不會